我叫板江小微一名幸存者 今天呢我要在这没钱之后里 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直接关乎到我的脸面问题 没错 这件事就是你们期盼已久的捏脸了 说实话 自从这捏脸系统上线之后呢 我是真的无时无刻的 不想对自己的这张脸动刀啊 不过当我看完别人 一堆妖魔鬼怪的创意脸之后呢 吓得老娘 我是根本不敢动那张一绒卡呀 你说气不气 但话又说回来了 虽然这捏完之后的脸呢 放在剑膜上差距确实有点大 是不错 但凭借老娘我多年玩游戏捏脸的经验来说 想要捏个完美的脸出来 问题应该把色很大 得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让你们来看看 我捏脸的技术吧 首先技术脸型的话 我选的是第二张 因为这张脸整体看起来 跟我差别不是很大 颧骨下巴额头 这些地方基本上不用动刀 因为这脸型完全跟我是一毛一样啊 你们说对吧 唯一需要动刀的地方 肯定也就是眉毛和嘴巴了 眉毛这里呢 稍微的修一修就好了 嘴巴呢 我的嘴可能稍微大那么一丢丢 稍微的拉宽一点吧 然后我个人平时是比较喜欢笑的 这嘴角呢 肯定是要微微尚痒的啦 眉毛用个紫色 眼影来个橘色 口红就涂个姨妈红 OK应该差不多了 来吧 朋友们欣赏一下我的杰作吧 我去什么鬼啊 这 这不对啊 那个 那个你们就当做没有看到啊 我我我重新来过 不对 这点心基本上跟我的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我应该不用这么大动刀 稍微的点缀一下 上点淡妆 应该就可以了 涂点眼影 抹点腮红 抹点口红 带来颗小爱心 哎对嘛 这样看起来就自然多了嘛 来放在键膜上 看一下效果如何吧 我去 这特别要谁啊 眼中就都快瞪出来了 跟个二愣子一样 这你卖的 是我捏的 嗯好像真是我捏的 我这肯定不是我手法的问题啊 这绝逼是明日之后捏脸的机制有问题 不信 不信咱们换个别人的代码试试 放在键膜上 绝对也丑了一匹 你们信吗 嗯 刚好前两天 我们大神上 秋日森林绝对要了一套捏脸的代码 那么今天 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啊 这到底是捏脸系统有问题 还是我捏脸的手法有问题 OK 代码换完了 现在看起来确实还挺好看的啊 不过放在键膜上的话 肯定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相信 卧槽 这 这也太好看了吧 不对 肯定是我这帽子和时装好看 换一套 真的假的 我再换 我去啊 不可能这么好看吧 继续换 不对 肯定是大头照拍出来的效果好 拉个全身肯定不好看 这 啊得 啥也不说了 我去闭关修炼 炼捏脸退了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